我們做一下一些簡單的東西 乒乓球 乒乓球有什麼問題 丟到水裡它會怎樣 浮起來 能不能直接投水 有點問題 那我非要你拿 我非要你拿投水法 去量乒乓球 你要怎麼處理 你們這麼喜歡舉手 舉手就舉手 來來帥哥來 不要急 我先要把我可愛的螢幕對著你 不要這樣說不要 那你要嗎 哼哼哼 你想回答就回答 哼哼哼 有沒有處理 你如果害羞又遮臉 我沒有意見 快點告訴我答案 先找一個可以沈到水 然後先測 先找一個重物會沈下去 先測上它的體積 你覺得要到處全世界 你沒有好好上課 好 OK 請坐 就是把它壓下去就對了 就是用重物讓它下去 再把重物都扣掉 就知道了 OK 還有一個 就是我講過 問過的 砂糖怎麼辦 基本上 可不可以拿 排水把糧 砂糖體積 不行 原因 砂糖會溶 對不對 會溶 可是呢 就考就問你說 你非逼的你要這樣做 你要怎麼處理呢 可以怎麼處理呢 不行啦 我們要機會均等 來我們抽個小女生 有沒有抽一個 抽一個可愛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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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號 來 怎麼辦啊 我現在想要用 投水把去量砂糖體積要怎麼辦 這個以前考試就考過怎麼辦 那個砂子的題目嘛 以前啊 也都是老師小考考那種 有時候問一問 可是很不幸的 機舍學舍考過 那機舍最偉大 他考過他就 就愛考嘛 對不對 會考過他就愛考嘛 那這個也是啊 砂糖這個本來不能這樣 可以怎麼辦 弄到飽和了 請坐下 讓他飽和這件事情 我們未來要交 保和這件事情 我們未來要交 原則上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非要這樣做不合 就把他喇喇喇喇喇喇 讓他不能夠再融為止 這樣就可以做了 就可以做了 把他就所謂的飽和容易 飽和在這樣做 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跟各位講的 我講過這考過 我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 這就是動腦時間的二跟三 可以嗎 可以 好 基本上結束了 請寫課堂練習